基本上呢每一个星期我的 Facebook 跟我的 Instagram 大概会有两三个网友来问我 就是讲 Ivan 我今天有这个 budget 我想买这个车你有什么好推荐的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呢 我会选几个价位段出来 然后我会推荐几款车 是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段 在这个 budget 里面 大家可以考虑的车质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的这期影片可以帮到一些正在考虑要买车的朋友 OK啦 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我们现在进入影片的正题吧 首先一开始我就要讲预算5万马币里面应该买什么车子 在这边我有两款车要推荐给大家 第一款车就是 Proton Saga 我相信 Proton Saga 出现应该不会那么惊讶吧 因为 Proton Saga 确实是在这个价位里面 性价比比较高的车款里面 首先第一点它是一款四门轿车 也就是讲它是有屁股的车子 对一些家庭有需求的朋友来讲 这款车的空间表现可能会很不错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款车的这个乘坐表现还不错 蛮舒服的 我个人是蛮喜欢 Saga 的这个乘坐表现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这款车它的这个操控表现还不错 然后高速的稳定性也不错 如果讲今天大家是一个有长途驾驶需求的朋友的话 Saga 也会很符合你的需求 然后第四点就是它的保养费用不太贵 因为 Saga 自从更换了四速自排版本之后呢 它的保养费用就肉眼可见的降低 所以对于小资买家来讲呢 我觉得这款车还是蛮可以考虑的 但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它的 Diamond Belt 更换会是一笔不低的费用 但是这个并不是时常换 所以大家还是拿捏拿捏一下 当然这款车也不是讲它没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内装设计比较平庸一些 它没有一些高科技的配备 没有大荧幕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段来讲 它还是可以考虑的 在5万块的budget里面要推荐的第二款车子 就是 Pro Duo ASEA 的 Advance 版本 我相信我讲到这边一定很多人讲 5万块买 ASEA 1.0 啥得咩? 可是讲真的 我个人是买心不买旧 在这个价位端里面 以它的表现来讲 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考虑的车子 而且消臭成绩也证明了这款车子还蛮多人买的 首先为什么我会推荐买它 就是 ASEA 更换了这个 DNGA 平台之后呢 它的稳定性 它的操控表现 跟它的舒适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尤其是它的前面的两张座椅表现呢 我甚至觉得它比 Myvi 更好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 ASEA 多过于 Myvi 的原因 因为 Myvi 从 2017 年推出到现在已经有 6 年了 确实是一款老车的 在这一个方面的细节呢 它的人体工学确实是比起 ASEA 略差一点 然后除此之外呢 ASEA 的顶级版本呢 还有很多这个价位 甚至更贵价格的车款都没有的东西 例如讲 9 寸的触屏书记 还有这个倒车摄像头 然后 4 个车门 无钥匙进入 而且它不是 button 是感应器的 这个就很 ATTAS 了 然后顶级版本的 ASEA 还有这个半数位化仪表的设计 讲真的 5 万块你可以拿到这样子 backage 的车子呢 真的是没有办法挑剔的 而且重点在于它的安全配备部分 这个顶级版本的 ASEA 拥有 6 个气囊 而且还有 ASS 3.0 系统 讲真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小编之前买了一款嘛 这个 ASEA 的 Advanced 版本 我常常会开它的车 其实这样子长期开下来呢 我是真的蛮喜欢这辆车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对于市区驾驶居多的朋友 这款车的油耗表现跟它的灵活性真的是大大的推荐 但是它的缺点就跟大家讲的一样啦 1.0 的引擎确实比较不够力啦 但是它的 maintenance cost 等等都是大家复合的来的 接下来我会把这个预算提高到 10 万块 那么 10 万块可以选择的车款就很多了 我会推荐什么车款呢? 同样的也会推荐两款车型都是以实用为主的车型 我先讲第一款车就是 PRODUAL ELZA 的顶级版本 那么我为什么会推荐这款车呢? 这款车其实也是一款我深度试驾过的车子 我可以讲它的优点是很多马来西亚人需要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低保养 这款车采用的 1.5 公升自然进行引擎加 CVT 变速箱 日常保养不会太贵 然后重点是这辆车你不要看它车身很长 其实还蛮灵活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它的配备确实也很丰富 像是先进式主动安全配备 ACC 车道维持系统 然后 360 度镜头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你想到的它都有 所以这个配备是很好的 但是这辆车也有一点点缺点 就是它的第二排座椅的背部支撑可能没有那么足够 如果说第二排你让大人去乘坐的话 它的舒适性会差一点 但是瑕不远于 大家想象一下 7万6的价钱 你可以拿到一个这样子packaging的车子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重点我个人最欣赏 Elza 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操控表现 是真的好 我曾经推荐我一个朋友去买这辆车 买的时候我跟他讲操控很好 他不信 但是他开了过后 他跟我讲Ivan 它的操控是真好 所以建议各位 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去试驾一下 你会很喜欢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Elza 等车可能要等6个月以上 所以大家要买这款车 就要确定自己能够等那么久 我知道会有一些朋友讲 我的预算都有10万块了 我不想买国餐车 那么你有没有外国车推荐 还是有的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款车 也是很多人问我的车 它就是 Honda City 的 RS Petrol 版本 也就是汽油版本 在小改款的 Honda City 上面 Honda 终于增加了一个 RS 汽油版 所以可以满足大部分消费者 所以喜欢那个外观的需求 那么我为什么会推荐这款车呢 我会从几个出发点来跟大家分析 第一点就是它的空间表现 如果在目前的 B Segment 房车里面呢 那个 Honda City 的空间表现是最均衡的 尤其是在后座的宽度表现呢 我觉得对于一种小家庭来讲 它是非常足够的 另外呢它的尾箱空间也非常的大 要应付一家大小的行李 没有问题 在这个内装部分呢 它有一个8寸的高清触屏主机 这个高清我要重点强调 因为它的荧幕确实比小改款之间更高清 然后它支援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和有线的 Android Auto 然后还有7寸的半数位化仪表等等的功能 重点是呢 它还有这一个 Honda Sensing 也就是讲 包含主动式定速巡航啊 车道维持系统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找到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啦 这个 Stop & Go 的功能 只有在这个 RSE HEV 的版本才会看到 但是无论如何 以这个价位来讲 你买到这样子的配备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了 可能你会觉得 RX Petrol 要接近10万块的价钱有点贵 不用紧 你买到其他版本的 Honda City 呢 这一个 Honda Sensing 都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就算你买到最入门的 S2 还是一样有 ACC 我最后一个要推荐车款的价位端 就是在15万令吉左右的车款 在这个价位端呢 我同样也会推荐两款车 不过目前在马来西亚这个价位端 其实也没有什么四门 Sedan可以选啊 所以我要推荐的车款 两款都是 SUV 第一款我要推荐的是 Corolla Cross 而且是混合动力的版本 首先在大家最担心的 这个 Hybrid 电池组 跟这个逆变器的部分 原厂给到了8年的保固 也就是讲8年内呢 你是不需要去担心 这些设备有损坏还是什么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跟舒适性 确实在这个等级里面是一等一的 可能讲它的内装设计有一点老成 可能讲它的内装质感没有那么好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以一个 实用为主的消费者的话 那么这辆车你绝对会很满意 而且重点是 它的这个后尾箱的车空间真的很大 一辆 SUV 超过400L 所以呢你要放什么都OK 这个是它最大的卖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Toyota的妥善率 跟日后的这个二手价啦 我相信Colocross的二手价是不会差的 目前我身边的朋友大概有蛮多啦 大概是有三四个都开Colocross 而且都是开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我平常也会问他们 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他们给的反应都是很好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啦 但是如果讲你真的 对这一个混合动力系统有一点担心的话 那么1.8的版本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这个1.8的动力版本 说不上强 但是也不会差 而且重点是配备 基本上跟这个Hybrid的版本差不多 但是大家要买的话 还是买这个V版本比较好啦 因为G版本可能比较过爽一点 最后一款车子要讲的就是我自己在开的车 也就是Honda HR-V Honda 的车子一直以来给消费者的就是 我很Balance 我整个包装是很均衡的 该有的东西都会有 例如讲Honda HR-V呢 也是一样全车系都有Honda Sensing 然后全车系都有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基本上你要找到的东西 在里面你都找得到 不过我会推荐大家拿这个涡轮的版本 为什么?因为涡轮动力就是很爽嘛 而且重点是这个涡轮动力的版本呢 你只要不要去黄金右脚 以一般的方式去拆它的话 那么其实它还可以蛮省油的 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啊 我一个满缸油大概是67块左右 可以行驶380公里到400公里 我觉得这样的油耗 以这样子的等级的车子来讲还是不错的 当然你要性能的话 它也是有0-180.7秒 这个性能在同级对手里面呢 基本上是很难找得到的 然后还有一点我很推荐这款车的 就是它的空间灵活性 虽然讲它的车微向空间 没有TOKORRA CROSS那么大 但是它的第二排座椅呢 座椅可变的灵活性是非常大的 你要放长的物品可以 你要放大的物品可以 因为它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 这个Ultra Seed 真的是它最大的卖点 当然整台车的操控表现也很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它的原因 绝对不会是因为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因为这辆车已经有了几万车主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还需要催它嘛 不过这款车呢 跟Elza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灯车可能需要久一点 建议各位去这个展示厅询问一下Honda的Salesman 那么超过15万令吉的车款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选择比较有限 而且大部分的消费者都知道他们要选什么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主要讲东西都是在15万令吉以下的车子 我选的这几款车都是我自己喜欢的车子 然后我觉得蛮值得推荐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对这6款车有什么看法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还有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